下面我们介绍爬取网页的通用代码框架 什么是通用代码框架呢 其实通用代码框架就是一组代码 它可以准确的可靠的爬取网页上的内容 我们在用request code进行网页访问的时候 经常用get函数 requestgeturl获得url的相关内容 但是这样的语句并不是一定成立的 因为网络连接有风险 所以这样的语句它的异常处理很重要 request code支持六种常用的连接异常 第一个是connection error 表示的是在用request code进行访问的时候 如果网络连接出现了错误 它就会抛出这样的异常 比如我们在对URL做DNS查询的时候 如果查询失败 或者服务器的防火墙拒绝连接 那么request code就会抛出这样的异常 第二个异常是http error 指的是在http协议层面出现的错误异常 第三个是URL required的异常 指的是我们在对URL访问的时候 这个URL缺失造成的异常 to many redirects异常 指的是当用户访问的URL进行重新项 而重新项的次数超过了request code 要求的最大重新项次数时产生的异常 这个经常指我们对一些复杂的链接 进行访问的时候会出现的错误 connection timeout的异常 指的是在访问远程服务器的时候 由于与服务器连接超过一个预定时间 而产生的异常 timeout的异常指的是 发起URL请求到获得URL请求内容过程中 超过了约定时间产生的异常 connection timeout跟timeout的两个异常之间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timeout是指发出URL请求到获得内容 整个过程的超时异常 而connection timeout仅指 与远程服务器连接过程产生的超时异常 理解response类非常重要 response这样的一个对象 返回了所有的网页内容 那么它也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reaseful status 这个方法是专门与异常打交道的方法 该方法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功能 它能够判断返回的response类型 R 它是不是 它的这个状态是不是200 如果是200 它将表示返回的内容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200 它就会产生一个http error的异常 那这个方法有什么用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通用代码框架 由于这里边涉及到异常处理 我们要用Python的try except语句 那么我们这里的通用代码框架指的是这一组代码 在try的部分中有四行代码 第一行是一个get方法 我们去请求一个约号链接 然后我们根据返回的response对象 要用它的reaseful status方法来判断 返回的这个内容是不是正常 如果连接是正确的 返回的内容也是正常的 那它的状态码是200 那么这样的一行语句就不会产生任何异常 否则它就会引发一个http error异常 第三行代码我们用aparent encoding来替代encoding 使得返回内容的解码是正确的 最后retendr.text表示我们返回网页的内容 那么这个代码中我们用reaseful status方法 它就可以有效地判断网络连接的状态 如果网络连接出现错误 那么它就会用try accept来获取一个异常 而这个异常在异常部分 我们用了一句retend产生异常 来表示我们符合到了这个异常 所以这样一个通用代码框架 可以有效地处理 我们在访问或爬去网页过程中 它可能出现的一些错误 或者是网络不稳定造成的一些现象 下面我们用百度来试一下 我们将这样的一个代码框架 封城成一个函数 叫gethtmltext 那么访问百度正常情况 我们获得了百度首页的html代码 那么当我们去掉http开头 使得这个URL链接出现错误的时候 我们发现输出的结果是 except部分的产生异常的这样的提示 到这里大家应该看懂 通用代码框架 实际上它最大的作用 是能够使得用户访问或爬去网页 变得更有效 变得更稳定 变得更可靠 变得更可爱 变得更可爱